小剧场金狮子讨课篇 大家好,今天有什么内容? 今天有个事情宣布 宣布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更新的金狮子 金人怎么了? 我不是有好几次没有过吗? 你没有过不是很正常吗? 好像从来没有人期待过你能过 关于这一点 那天我再回去之后 选了个下班的时间将公司门一锁 强行加班咯 瞧你这个话说的 加班是要给加班费的 那你给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这个不算加班 那算什么? 这个呢? 这个算爱的供养 哦? 总之愉快地和全力运工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后 最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什么事实啊? 就是我平时经常是一个人战斗 要么就是跟着别人打 想起来白爱到第一个人都没戴得动你 那是因为呢? 至今以来呢? 我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呢? 有理解他的错误 哦?什么错误啊? 至今以来呢? 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能控场的强力ADC啊 那其实是不对的 哦? 我呢? 应该把眼光呢? 放得更远一点 要跳出一个普通操作员的那种精神枷锁 甚至意义上呢? 成为这个场外第六人 场外第六人还行 这游戏只能有四个人啊 所以呢? 这个要选择三个非常靠谱的这个队友 哦? 然后呢? 我制作人 我本来就是指挥的 这个干嘛老是出在前面? 对你这么说好像有道理 让队友先上对吧? 瞧你说的 让队友先上你是不打了好吧 我还在后面指挥 你看啊? 队友给我上去弱化 然后队友呢? 就会不要命的上去给我弱化怪物 这么牛逼的吗? 炸还没完呢跟你讲啊 还有队友你给我把怪睡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队友呢? 就会疯狂的使用啊 这个睡眠攻击呢啊 这个把怪给睡着了 你看啊 现在你睡着了 那然后呢? 队友呢? 你不说把他给我炸了 然后队友呢? 就会一个个给我放暴桶 我再变上去只要指挥他们放哪里就可以了 等放完暴桶之后呢? 我再上去抓个逼 哦 这样一来伤害全是你打的 是的 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再命令队友 把怪给我推倒 然后这个时候队友就会把你把怪给推倒吗? 是的 哇 真的倒了耶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也蓄力蓄好了对吧? 就可以啊这个 转转转了啊 哦 就可以这么玩了吗? 是的 就要把这个游戏当成一个战略游戏玩 行行行 扭逼 哎 你好像要被抓了 似曾相识的剧情 啊 没事 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再命令队友 队友快来援救我 然后呢 我就不会死了 哇 又是加血 哎呦呦呦呦呦 又是过来给你挡刀 天呐 真所谓老板能使鬼推磨啊 哎 这样转转转转的啊 这个也是很轻松的 绝对可以将蝶蝶推倒了对吧 哦呦 四个人打了17分钟 哦呦 你牛逼你来啊 啊 来就来 我怕你啊 好 看好啊 这次那个啊 我一个人挑战啊 我自己挑战这个金石子啊 网友还选了一个20分钟限定的 我感觉你也玩不成啊 像你们啊 这个啊 四个人打14分钟 14分钟算不算过啊 我们后台看好多这个30分钟都过不了 其中有一半的玩家呢 这个猫车猫满的都回去了 对对对 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你这种啊 只要我自己不猫车 我就能靠队友耗过去的战术 你懂什么 我这个叫真指挥模式 真指挥模式还行 怎么 你不服啊 这个又能提高这个员工积极性啊 又能轻松过啊 最主要的是等加费费也不用发 我们刚刚暗改掉的爆炸属性啊 这个用的斩基斧爆炸流 开玩笑 能比我们锤子爆炸流还牛逼吗 那肯定要比你们锤子爆炸流牛逼啊 最关键呢 它能帮助新手呢快速逃课 你像这个金石子老师这个到处跳来跳去对吧 很难打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上头啊 上头流派呢就派用场了 啊 对啊 你怎么用你那个上头机关枪了啊 哎呀 上头机关枪太看肉质了 这个这个金石子这个全身防弹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两半呗 最关键的是还不能破头你说急不急啊 所以你就叛架了 这个不是叛架不叛架的问题 只不过要爆破斩基斧呢 打金石子呢特别简单而已啊 就是这个无限上头霸脸床模式了 是的 但是现在好像啊 这个降瓜入侵了啊 你看怎么办 看到这种情况啊 这个大家都很悲剧的 没办法的 只能等他们打完 等他们一决雌雄之后呢啊 哇 这嘴掰的 哎 怎么样 这些场景活动都是参考了 这个金刚大战哥斯拉 大战哥斯拉还行 有话说他们分出雌雄了没有啊 别走了 好 哎呦 这这次降瓜赢了 哎 不过他这次没走成才要陷阱 不过这个降瓜真的是烦啊 没事在边上捣乱 怎么样 开心嘛 开心个屁啊 太打乱节奏 你看哎呀又被打断了 天哪 莫名其妙 我穿着闪臂的装衣就被甩下来了一个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攻击动作 进入之后呢就不会被甩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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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这个不动的装衣啊 好啦 你要死了 穿上不动的装衣之后呢就会死 帕毛我克制吸血 你看我这吸血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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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吸满了都 爽的一批啊 诶 这 崭基甫这个吸血 这么能吸的吗 现在所有的上头攻击吸血都挺牛逼的 啊 对对 我想起来了 这就我们就是鼓励玩家朋友们啊 都上头 然后被怪打死 好了 这个 现在现在三一战旅步了 你怎么办啊 帕毛你看这个啊 有个体型很大的 看好啊 一撞 一撞三 一撞三 来 哎 我去 竞身子跑了一个 嘿嘿嘿嘿 哎 真弱者啊 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我一遍去 妈的 这个是高端操作 我是故意将他们两个撞一下之后呢 营造一个 我跟金狮子单挑的环境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都有理啊 哎 我看你这个不动装衣 马上就好用完了啊 怎么跟金狮子打 有句俗话说的好 这个装衣用完啊 来技术来补嘛 你看他现在正好啊 又没气了对吧 我又可以撞他一次 你这种小人得志的这种战斗方法呢 其实我是一直看的很不惯的啊 你那种只靠队友打架的方法呢 我也看的一直很不惯的啊 我那是发挥我作为指挥官的特长 对吧 你跳到什么地方 你跳到屁股上去了 对还打屁股对 你别慌我跳错位置了啊 没事啊 跳错一下位置有 怕什么撞出去对吧 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然后我有一感 对我就刚才这样说 你一刀砍中骑面也好了 怕毛我现在穿着不动装衣 让他们打我好了 不过怪导技的时候 他一般优先会打怪也不会打我 然后一个骑面匕首 就把你打在地上 动都不能动 那没办法的 碰到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把这个地图的所有的骑面 都杀个干干净净了 不动装衣什么都没了 看你怎么办 别急 我们还不是有个陷阱吗 对不对 看好 放个陷阱在这里 陷阱浪费了吧 怎么办 看你怎么办 像被捏手办一样的 丢了出去对吧 那个是你也好 我不是 他自己踩出陷阱了 你看我就是 这就是我的目的 计划通了 计划通还行 这个时候不是可以打连招了吗 看我上去就是屁股 怎么又上屁股来 上错位置了 不过没有事情 屁股还是大点伤害 好了秒了 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叫真肉身擦弹 真肉身擦弹还行 我跟某些 万一被抓起来的时候 只能靠队友加血冲上来掩护 才能逃过一劫的这种 某些个自称指挥官的人 是不一样的 你那完全都是狗屎运 你懂个篮子 卡卡西老师说了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看对吧 现在就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了 看我骑乘 然后被甩下来 你以为我是你 我这个骑乘大佬 我是 这个时候我就像他背后的青春痘一样 老老的吸在他的背上 你这个太不要脸了 正好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实力 实力 实力告诉我这里正好有一个猫咪陷阱 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刷出猫咪陷阱 没有刷出来 你就带他去有陷阱的地方 每个地图肯定都有一个陷阱 我还算运气不好 有些地方还有齐面族陷阱的直接倒地的 齐面族的陷阱的出现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基本上没有火龙的地图是不太会出的 还有就是看你跟当地的齐面族的好感动 有多高了 再高出现率也是很低的 不过可以了 你这个猫陷阱 累掉它多长血 你看哎呀 就倒地之后又解倒地 帮上你为什么 用金火龙的斩鸡腹 金火龙斩鸡腹 我看了一下的攻击力 是的确高20%左右 但是在打这种像金狮子这样的肉质不太好的怪的时候 这个物理系的效果很差 实际伤害效果大概就高了10% 但人家多个独树心啊 兄弟现在独树心也被削的不行了 削了吗 这个我忘记了 但是有用纵笔没有好 对的 一共大概读掉两三百个血吧 这都是程序员刚刚搞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的 我吸你个糟了头子 话说最近很流行 这个拿罐去撞桶子 我们公司员工都会这招 因为这样方便齐称 放头上报了之后 因为齐称上去不是浪费了 所以说我觉得玩家朋友们 还是觉得这个游戏太简单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玩法都会想出来的 就是因为太难了 他们才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好不好 不不你不懂 这个有些玩家就是喜欢难 你知道吧 他们是不难不舒服四级那种 就是一群抖M了 是的 现在玩斗座游戏的玩家 这个时刻有8个都是抖M 但是他们倒总是不喜欢承认 那你是不是抖M呀 我们锤子党没有抖M 讲究的就是把怪按在地上来回做人 那么腾刚要腾刚先生肯定是抖M了 你看他使用场前的肯定把把打满20分钟啊 打满20分钟算快的了 我问这个数据上统计 刚才50分钟打不过的不是没有啊 说你转身装衣好了干嘛不穿啊 我现在斩机服上没能量你发现没有呢 穿来浪费啊 但是你不穿了又攒不到能量 对的用斩机服就是这点烦 穿不动的装衣怕被打死 穿转身的装衣又怕能量进展好了 转身装衣没有了 当中的剑系必须要靠实力去弥补 所以说一定要出整背 的确整背我的提升非常的高 不过我就因为珠子不够这套穿的不是整背舞 得说到珠子你们偷偷把刷树子刷树子的伯格给削裂啊 这个叫修复伯格啊 这本来就是要调整的 好了现在所有玩家刷树的路都被你堵住了 你这是逼着大家上凉山开金手指啊 金手指也是要钱的啊 得话说这个是吧 这个姜瓜要来了也看你怎么办了啊 没事让他们打好了 反正500500一下都算我的 姜瓜打狮子呢 狮子打姜瓜反正都是500500 哇你这个太不要脸了啊 你懂什么 在这种图里面姜瓜就是我孙子 他就像我带的另外一个宝宝一样的 在我关键的时刻呢 他就会帮助我 得补你的去死吧 哎看到没有啊他跳过来了 这个看到没有 然而并没什么乱用 你别急碰到这种情况下呢 这我们要找机会 你像姜瓜体型这么大 对啊我们等会儿这个 骑到姜瓜的头上去 对着金色指指边撞一下 不就不就欧了吗对不对 要找个位子啊 这边抓住脑袋好 哎我了个去啊说出来你不信 这个对面的金色指是这个真人操控 真人操控还行 我这个姜瓜是这个意念操控的 意念操控还行 他等会儿回头就是给你一刀 孙子还想补我一刀 你看我啊哎我了个去真烦 的确是蛮烦的 这个意念控制打自己是吧 这个啊我意念控制他让我补到上能量 你看到没有能量满了怪倒了 看我们配合的这个是天衣无缝啊 你看啊打打打打打打 哎哇天哪这一脚踩的 哎这个真的是天衣无缝啊 妈的这孙子等会儿砍死他 哎好像这个金色指换区了吗啊 是不是定位这个降瓜比这个金色指猛啊 所以说那金色指看上他还是要逃 啊他们两个打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五五开啊 这个之后谁会换区呢都是随机的 对那为什么总是我的金色指换区啊 这个多浪费时间啊 抓了吗你的金色指是我们这个公司员工操控的 行行真人操控还行 不过我估计是不是现在这个心跳是可以抓的了吧 哎啊好像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哎 哇去这个时候正好撕刮过来哎呀 啊其实早就可以抓了 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真的假的 那我现在是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杀了难不成啊啊 啊打打打打打打打 哎呀又插到屁股上了哎好烦 哎哎哎呀没死 好了他逃了啊哎 降瓜漂亮我跟你说我这个降瓜一年操合了哎又是五百好再见 怎么样你服不服对吧 十分钟不到直接杀死牛逼牛逼牛逼 这个一半伤害是降瓜打的哎干扰了我很长时间啊 你看啊我现在上去啊孙子孙子别走啊孙子你看哎被我料到了吧 啊你看我这个啊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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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硬的嘛 哎呦听听听了都已经啊别走别走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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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的装备了啊这个金火龙四点套爆炸的斩棘斧了 嗯虽然攻击力低了一点呢但是呢这个每次战斗呢十几次爆炸 爆炸伤害呢占到整个输出的15%左右 比起各种极限打法呢这种常规10分钟以内呢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 但是很多玩家都会拿去对比这个这个巨老视频啊 对然后新手一试发现没点技术没点运气根本学不来 可是还是有很多新手会去用啊 对还没等你学会呢这个武器流派的这会官方削掉了 那比选的像我们这些程序员新一户做出来的怪都被两分钟三分钟了这不要面子嘛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巨老被削到打怪要五六分钟的话 那么大佬的话估计要花十几分钟一个老手的话大概要20多分钟 那新手的话就是啊那30分钟左右吧 过你错了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老手了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会把游戏往咸鱼上一挂 然后留下那么一句什么傻丢游戏 呀 呀 队长